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音十五章 浪子回头的故事 前面的两次 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浪子 那就是离家的浪子 出走的浪子 后来回来了 那我们也看见从前面两次的分享 爸爸是冒着险 让这个孩子离家 爸爸的心意是希望 透过他离家的过程 最重要的不只是他回来 而他能够明白父亲的爱 因为他一旦明白父亲的爱 他永远不会再离去了 这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看见前面的第一次和第二次 这个浪子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而接下来我们的后面的两次 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个浪子 为什么说他是另外一个浪子呢 他虽然在家里 可是他仍然是浪子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出去在外面才是浪子 在家里的都是乖宝宝 不一定 而这段经文 入家福音15章的后半段 也就是25节到32节 通常我们是很着重在前半段 那个小儿子的离家 但是对于大儿子 持守在家里面的 我们就比较少提及 我说这个留在家里面的 他也是一个浪子 甚至于当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大儿子还站在外面 圣经并没有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这个故事后来到底大儿子进来了没有 好像把这个决定 让读者自己来决定 所以其实大儿子比小儿子更困难 这也是讲到今天的基督徒 许多时候浪子回头了 然而在家的浪子 却常常仍然是站在外面的黑暗里 所以我们这两次 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在家的浪子 而这个经文从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二节 这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 我们倒是要来把它读一次 因为平常是我们比较少读到这个大儿子 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二十五节说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 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通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白牛肚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我们听这个大儿子 你觉得他讲的有礼吗 平心而论 这大儿子真的很辛苦 他讲的有没有礼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圣经也很有趣的 把大儿子跟小儿子 来了一个非常对比的描写 怎么看出来呢 你来看二十五节 他说二十五节 大儿子正在田里 就是说呢 当小儿子回来 欢喜快乐的时候 大儿子在做什么 大儿子正在工作 二十五节说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换句话说 大儿子不是吃喝玩乐了回来 他是工作了回来 回来之后呢 离家不远 快要到家了 他能够听见家里面 坐乐跳舞的声音 也就是说他快要到家了 然后呢二十六节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 是什么事 你有没有看见 有一个对比 什么对比 就是这个大儿子 他是做工回来 然后他回来 离家已经不远了 也没有人来欢迎他 他离家不远了 是他自己去叫一个仆人来问 那个仆人来 才跟他说 哦 是你兄弟回来了 所以呢 你爸爸呢 就宰了北牛犊 在屋子里面庆祝呢 也就是说 这个大儿子 他心中觉得不公平 有没有道理呢 他从外面做工回来 离家已经很近了 没有人招呼他 是他要主动去叫一个仆人 过来问他 才知道是什么事 而反过来说 这个小儿子呢 在外面花天酒地 花尽了一切 而他回来的时候呢 很远很远 爸爸就过去迎接他 爸爸就跑去抱着他 和他亲嘴 你有没有发觉 圣经的描写也很有意思 就把大儿子跟小儿子 回家的景象 做了一个对比的描写 一个是很远 爸爸就出来迎接 而他是浪荡地回来的 一个是做工回来 快要到家门口了 连仆人都没有人理他 是他自己去招一个仆人过来 他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难怪 大儿子会很不舒服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们父子之间的对话 大儿子怎么说呢 大儿子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好不好 太好了 这个儿子 很顺从他的爸爸 然后说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跟朋友一起快乐 那你这个儿子 跟昌继 吞进了你一切所有的 他回来 你为他宰了肥牛肚 不只是圣经的作者的描写 让我们看见 大儿子小儿子回来的时候 那个待遇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呢 这个大儿子心中的不平 他为父亲做了许多 他都完全顺服父亲的命令 可是好像父亲 什么也没有给他 从这些论点来看 你觉得大儿子生气 有没有理呢 老实说 假如你是大儿子 你会不会不高兴 你会不会心中不平衡呢 我们再来看爸爸怎么回应 爸爸就说了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这是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 所以我们礼当 欢喜快乐 爸爸讲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 第一句话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是的 大儿子是的 他没有离开家 他一直跟爸爸在一起 但是 爸爸在问大儿子说 你常和我同在 可是你了解我吗 你常和我同在 你知道我心里面所想的吗 你常和我同在 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这似乎也在绑问基督徒 尤其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觉得 我们是好好的来聚会 我们是好好的来服侍 我们都好好的 我们都乖乖的 可是 我们真的明白 我们父亲的心意吗 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很热心服侍 我觉得这样很好 可是 我们的热心服侍 我们在教会里面 跑进跑出 我们好像都与神同在 我们好像都在神的家里面 可是 我们了解父亲的心吗 我们真的明白父亲的心意吗 基督徒许多时候 我们信主很多年 但是我们真正摸着 父神的心意的 又有多少呢 而神 却要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第二句话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爸爸的意思是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可是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儿子 他的心态是什么 他说 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这让我们发现什么 爸爸告诉大儿子说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但是 大儿子服侍爸爸的心态 很像什么 反而很像故宫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小儿子是一个对比 小儿子回来了 他想 我可以做故宫 其实儿子永远是儿子 永远不可能成为故宫 不管他有多糟 他就是儿子 而反过来看 这个大儿子 他是天天待在家里 可是 他虽然有儿子的身份 可是他服侍父亲的心态 却像一个故宫 他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你都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让我跟朋友一同快乐 弟兄姐妹们 这常常也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 我们好像信主很久 我们好像有很多的服侍 我们好像很爱主 我们好像很听从主的命令 但是 我们真的了解父神的心吗 神看待我们 我们是他的儿子 可是许多时候 我们服侍他 我们的心态 确实像是一个故宫 以至于我们不快乐 以至于我们心中 常常会有一些埋怨 然后第三句话 爸爸怎么说 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这句话 是这整个的故事里面 最重要的一句话 因此这一句话 出现了两次 在小儿子故事结束的时候 爸爸说了一次 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而在大儿子的故事结束之前 爸爸又讲了一次 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爸爸在说 这个小儿子 他不但是要能够活着回来 他还要能够明白自己的错了 以至于回来 所以既要死而复活 还又要失而又得 如果他是回转了 可是他不敢回来 这故事也不会发生 所以必须是他回来了 并且他醒悟了 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此爸爸欢喜快乐 然而这句话 他还有更深刻的意义 也是代表着这两个儿子 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与父神的关系 这一点我们到 下一次最后一次 我们再来分享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你的儿女 求你怜悯我们 假如我们的心态像大儿子 我们像故宫 主啊 求你怜悯 帮助我们明白 你对我们的爱 使我们能够常和你同在 我们也能够认识你 谢谢你垂经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